先來放眼國際 我們來看到紐約時報 就是歐季健保 已經有八百萬人次登記 其中年輕族群登記的人數 在最後一周飆到新高 這是讓歐巴馬總統洗上眉燒 但是不是有一些開心太早了呢 分析師就認為 十八歲到三十四歲的青年族群 登記比只有百分之二十八 那麼跟最理想的狀況 其實差了十二個百分點 而且政府呢 到現在都沒有公佈 到底是有多少人 第一次購買醫療健保 好 再來看到是 國際紐約時報 南韓克倫事故發生的 主因尚未明朗 死亡人數是不斷的上升 根據倖存者表示 事發當時許多人 都剛吃完早餐 那麼有的在甲板上拍照 突然呢 船隻是向左劇烈的傾斜 接著就一片混亂 船上六十個救生艇 完全的沒有用上 好 再來華盛頓郵報 就是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FDA最新的研究 每350位動過子宮肌瘤粉碎手術的女性 就有一位患有子宮頸癌 FDA警告 子宮肌瘤粉碎手術 可能會導致體內的癌細胞擴散 好 再來英國衛報 美國 俄羅斯 烏克蘭跟歐盟 實施號救烏克蘭東部危機達成協議 協議內容就包括了 烏克蘭境內所有非法武裝 都必須要解除 任何占據政府辦公室的人員 必須要解除武裝 並且要撤離 那麼這些反政府的示威者 通通都能夠獲得赦免